籃球是團隊合作的運動 籃球是展現活力的舞台 籃球也是鼓舞人勇敢生存的動力 日前 八仙晨暴中一對林姓姐弟 遭到嚴重灼傷 姐姐不幸身亡 全身百分之九十 燒傷的李俊逸小弟弟 目前正在臺北榮民總醫院接受治療 由於傷勢嚴重 榮總醫療人員 正持續不明不休的照護李小弟弟 李小弟的爸媽也一直守候在身邊 希望能給予他最大支持 勇敢和四神搏鬥 由於軍藝弟弟很喜歡籃球 很喜歡NBA 更是小皇帝LeBron James的球迷 舞台體育臺透過管道知道了這個訊息 立刻與NBA美國聯繫 NBA迅速給予回應 即刻將一件LBJ的簽名球衣送來臺灣 由官方多媒體合作夥伴 舞台電視網將球衣交到李俊逸母親手上 希望能為他加油打氣 先感謝就是幫助我的記者 因為我不怎麼認識他 透過這個管道能夠 就是能夠讓那個張記者 然後透過那個給那個NBA 那個小皇帝贈送的這個禮物 這個對李俊逸來講的話 是一個比我們家人 還要更大的鼓勵 因為他一直把他當作是 很崇拜的偶像 籃球不只是軍藝的最愛 也是和家人互動的重要方式 李媽媽也希望用他最愛的LeBron James 來鼓勵李小弟更有生存的決心 因為昨天他要進開刀的時候 我本來有跟他講話說 媽媽跟爸爸在身邊 可是那時候反應還OK 可是我跟他講說 有記者提議主播張立 請要過來贈送那個小皇帝的禮物的時候 他那時候眼睛就整個就亮起來了 我想說這個沒有比什麼更好的 那個給他打氣加油 有讓他趕快恢復起來更好的那個 對 學校心願期待鎮魚弟弟早日康復出院 未來不是只擁有LeBron James的親筆 簽名球衣 更要帶著這件球衣親父克里夫蘭 知己小皇帝的精彩表現 甚至和詹皇來個相見歡 是他最想要的 對 他最高興的 因為他一直跟我講說 參加那個NBA的球賽都好貴 然後他對那個都有在關心 他一直都有吃到這個訊息 對 我想說這是他的願望 希望他趕快還好起來 度過這個危險 等一下我把這個件球衣放在他的 加護病房裡面給他加油打氣 軍藝要加油哦 我來提議新聞 採訪報導